所以刚刚那个Visualire如果你已经装好了 你的桌面应该会出现 他的快捷的图案 会长这个样子 有一个灯泡这样子 那如果说你看不到你的在哪里 你按一下Windows那个按键 直接输入Vis 应该就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会找到他 有找到代表你有安装 没找到代表你没有安装 你就回去刚刚下转那边 再装一次 因为这个是我们很常用到的工具 那很常用到的工具 我会习惯把它钉在工具列 那工具列是哪里 下面这里 所以你很常用的工具 钉在这边以后不用找 直接点这里就好 所以我们在这上面按右键 钉选到工具列 那我这边因为已经有钉过了 所以他就问我要不要取消这样 所以你把它钉选到工具列之后 它就会出现在这里 所以以后你要启动它的时候 直接按这里就好 那如果你出来没有画面 开出来是没有画面 告诉各位一件事 电脑呢 电脑呢 它同时 就是它很有一台网路税 那个网路税机 只能同时被机制转去使用 所以你刚刚的那个 软件后一定要把它关掉 软件后把它关掉之后呢 你就可以抓到这样 就是同时机制转去使用 随便写几个字 照一下镜头 你看那是正的还是反的 你可以拿一个有点式的东西 然后照你的镜头 那你看里面的这个还是反的 那我来稍微讲一下 功能的部分 切换一下画面 好那 如果 因为我刚刚那边有位老师 Windows 11的好像开不起来 我们这边还有另外一个 刚刚这个是IPPO的 可能还要去他的官方网站 找一下有没有Windows 11可以用的 然后另外一个叫做Ladybug 这个 这个是解答 解答给的软体 那他也是类似的功能 长得很像 所以如果这个不行 你就换那个试试看 Ladybug 那Ladybug他也有 之前也有放在 Clone浏览器的应用程式里面 这边也有 也可以找得到 线上应用程式 商店也可以找得到 那所以不一定会在那边 然后那个 对 刚刚那个Windows 11不能用的老师 Clone浏览器里面 他有一个叫应用程式商店 这边你也可以去找 这个线上应用程式商店 你用Clone的方式 用浏览器的方式进去 然后这边也可以搜寻到IPPO 所以如果你的安装板不能用 有可能你Clone的这个是可以用的 那装好之后是会在 客隆的浏览器里面 就会有这些这个东西 所以他是Clone也可以用 CloneBook也可以用 那Clone浏览器本身也可以用 那我先回头来讲这边 那如果你有两个镜头呢 在这个功能表 这边 这里有选择相机 所以你就在这边直接做切换 这个Internal就是内建的 比电内建的那一个镜头 然后OBS是如果你有安装OBS 就是那个录影软体 这是录影软体出来的那个镜头 画面 然后这V4K就是 我们刚刚另外装的 这一个 那你们的那个叫做A4什么的 刚借的那个是A4什么的镜头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选 那如果 如果你只有开一个网路摄影机 然后你其他的镜头呢 怎么选都打不开 会有这种状况 如果你发现你的只能选一个镜头 其他的镜头怎么开都 都看不到东西 那不是不相容 那是因为你的笔电规格太差 那那个 就是视讯的那个通道数不足 通道数不足 所以他就不能开两个以上的摄影机 有时候电脑会有这种状况 尤其是规格比较差一点的笔电 桌机能开的比较OK 像我家的电脑可以开到三个镜头 不一样的 但是我的笔电就顶多只能开两个 然后有时候你的那个loading太重 就是你插了很多东西在上面 他就变成只能开一个 所以这个跟电脑效能也有关系 好 那 我先把它切回来 好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在使用镜头呢 就会有这几种方式去使用 好 那其他的部分 像比如说 如果你发现你的 你的自颠导 因为我们通常会操作 把桌面给学生看 然后再操作一些事情的时候 如果你发现你的颠导的话 这边会有旋转跟近射 所以我现在 现在这个是正的 这个是正的 如果你发现你的是正 你的是反的 那你就要用这个旋转跟近射 把它翻转 近射翻转 它就会变左右颠导 这样给学生看到就会是正的 然后我们的 我再另外提一下 那个我们的网路摄影机 像这个V4K 跟捷达的那个 玫瑰金的那一塔 他们都有自动对焦 跟手动对焦 所以原则上你东西放多近 它自己会重新去对焦 但是你这个 后面有一个开关 你要切在 切在连续自动对焦 如果你 不开连续自动对焦 它就只会开始的时候抓一次 然后就固定焦距 那如果你要这个 在有换 就是高度不一样的东西 在看的时候 你就要再按 后面有一个按钮 你按下去 它会自己手动 自己再重新对焦一次 所以这是有 自动对焦 手动对焦功能的 那你们手上那个 网路摄影机 或者一般的网路摄影机 它的焦距都是 死的 顶多有手动对焦 手动对焦在哪里 它的那个镜头 外面这一圈 通常是可以转 外面这一圈是可以转的 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的摄影机 奇怪怎么照都照不清楚 都是朦朦美 请你把它转一下 找到最清楚的位置 它的焦距是在这里调的 所以这个镜头也是一样 但是它很不好转 所以你要用点力 它是可以转的 所以这种便宜的网路摄影机 它是这样对焦距的 手动 全手动 那所以 所以我们在教课的时候 如果老师对那个 科技的技术 对这个电脑实在完全不行 请你用这种方式上课 那怎么上呢 你的网路摄影机 就对准桌面 就对着桌面 然后它这个头还可以转方向 OK 然后就把纸拿起来 就开始写你知道吗 开始写开始讲 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上一下数学 这颠倒了 颠倒你就要换一下 来各位同学 1加1等于2 对不对 这是不是最简单 对你也不用烦恼 那个MIT会颠倒的问题 对不对 因为你现在是用这个软体 在分享桌面的时候上课 所以这样子就万用 所以你拿课本 拿讲义 拿习作 拿白纸 通通可以上 通通可以上 这是最万用的方法 各位就试一下 这也不需要老师 有太多的科技技能 所以为什么我很推荐 这种 这种投影 这种网路摄影机 就是因为这样非常好用 那如果你是在学校 在班上呢 你就把网路摄影机对准黑板 对准黑板 你就在黑板上上课就好 在黑板上上课 网路摄影机就对着你黑板 这样就可以按照 以往的模式在讲台上上课 这个是最无痛的远距教学 但有时候发现 如果那个软体 它可能只能左右翻转 它不能上下跌倒 那怎么办 你本来这样子 你本来这样的那个设定材 你就要把它放在前面 改成这样的设定 如果软体不能处理 就处理面 就是你如果不能上下跌倒 你就这样放或这样放 就这样就倒过来 软体不能处理 你就处理 硬体不能处理 你就找完 所以就基本上 应该都是可以上 好那我把上面 去一下 好所以呢 我们如果在学校上课 那个你有时候 就是要当科任老师 做设定 所以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你把网路摄影机 设在台下 然后照着黑板 像现在一样 那我就在这里 那个科任老师来 就在这里直接上 这样OK吗 你就不会有任何的 其他的衍生的问题 也不会说要那个 什么乡图语言老师 我要来学这些东西 你就把它处理好 声音在meet里面 声音在meet里面处理 所以这个是镜头 影像设定的部分 好 好